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道这个对子的人 便知道 这是张之洞到宗江府威弗斯访时候的一个故事 张之洞 号相涛 自号报兵老人 蓝皮人 清朝阳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他是纪曾国藩 李鸿章后 阳务日洞的领袖人物 为中华民族重工艺和极近代军事的发展 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注重教育和治安 主导了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 对清末的教育和社会发展 有很大影响 张之洞十六岁中解缘 同治二年 念七岁中叹花 寿汉林院编修 后历任山西巡抚 胡广宗诸 军机大臣等职 温治体人格大学士 张之洞有名言 平生有三不争 一不予俗人争利 二不予文人争名 三不予无畏人 争气 天下坚具之事 成效则齐之于天 亦志则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